我觉得,因为继续在排这个剧的时候,周克导演都很说,网络这张音是400年前的一个, oh sorry,100年前,我发张了,女人骂。 144年前的一个本子,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,女性觉醒是一个很久以前的课题, 然后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追寻一个极致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,才算是最终的胜利,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享有平衡的权利,且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, 然后如果我没有看到《娜娜丽娜》,我只看了一部剧本的话, 我也会依然认为《娜娜》是个勇士,她在对我开拓这个世界,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好, 因为已经有人发现没有问题了,但从我一天问题不解决了, 我还是蛮自己客观的,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好。 大家可以说一下吧。